近日,苹果公司发布消息称其下一代iPhone手机将取消传统的静音键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许多人对于苹果公司为何要做出这一决定提出质疑 同时也有人对于取消静音键后的用户体验和安全性等问题表示关切 本文将探讨苹果公司取消静音键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为什么取消静音键 苹果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产品设计和创新的领跑者 在推出新一代iPhone时 其设计方向与趋势通常会引领整个行业 那么苹果公司为何要取消静音键呢 首先,随着屏幕占比的不断提高 苹果公司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利用手机的显示区域 而机械按键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 因此取消静音键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用于屏幕的显示 同时,也可以通过软件实现静音功能 避免机械按键的故障和损坏问题 其次,苹果公司一直在积极推广无线耳机和音频设备 如AirPods和HomePod 这些设备通常都有自己的静音开关 因此取消iPhone的静音键也与这一趋势相符合 此外,苹果公司还在不断推进无线充电技术的发展 取消静音键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用于电池和充电芯片等组件 最后,苹果公司一直致力于简化产品设计 提高用户体验 取消静音键可以使手机更加美观简洁 同时,通过软件实现静音功能也有利于操作的便捷性和灵活性 取消静音键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尽管取消静音键可能有其优点 但也有人担心这一举措会对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影响 操作繁琐,取消静音键后需要先打开手机屏幕 再进入设置界面才能实现静音功能 这相比于机械按键的操作方式 可能会更加繁琐 安全风险 静音键可以快速关闭声音 避免在某些场合下出现尴尬或难堪的情况 取消静音键意味着用户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操作 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可能会增加一些安全风险 用户体验的不确定性 对于习惯了传统静音键的用户来说 取消静音键可能会造成一些不适应和困难 导致用户体验的不确定性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 苹果公司需要在新产品的设计中更加注意用户需求和体验 以下几点是可以考虑的 设计一个快捷方式 尽管没有机械按键 但苹果可以设定一些快捷方式 使得用户可以快速地开启或关闭手机的声音 例如在锁屏界面上添加一个静音按键 保证安全性 为了提高用户的安全性 苹果可以在设置中增加一些选项 使用户可以自由设置中选择静音功能的快捷方式 以便在需要时快速关闭声音 逐步过度 苹果公司可以通过逐步过度的方式 使用户更加顺利地接受这一变化 例如在最初几代iPhone中保留静音键 然后逐渐取消静音键 向用户介绍新的操作方法 并提供相关的帮助文档和教程等 改进软件为了提高用户体验 苹果公司可以改进软件 使得操作更加便捷和灵活 例如开发一款智能语音助手 可以通过语音命令实现快速开启 或关闭手机的声音 结论 苹果公司计划取消iPhone手机的静音键 这是苹果公司一贯的产品设计理念和趋势 取消静音键可以释放更多的空间 用于屏幕的显示 电池和充电芯片等组件 并且有利于简化产品设计和提高用户体验 然而 取消静音键也可能会对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操作反锁 安全风险和用户体验的不确定性 等问题 因此 苹果公司需要在新产品的设计中 更加考虑用户需求和体验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 用户也需要逐渐适应这一变化 并积极提出建议和反馈 以便苹果公司不断改进产品的设计和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